Hello大家好我是Iris 今天為大家帶來這個摩洛哥花磚 首先呢我們先用白色的畫線膠 畫出摩洛哥花磚的圖案 記得線條畫粗一點喔 畫好了之後 我們先在裡面畫出小花 畫好之後呢 我們現在就塗布一層 接著我們就照燈後畫第二層花磅 第二層花磅畫好之後呢 我們一樣再塗一層 接著畫第三層花磅 第三層花磅畫好之後呢 在花妝的部分填補顏色 把顏色更深一點 接著使用建構找瓶 然後使用不加粉的霧面上層 然後使用不加粉的霧面上層 接著使用BABYGINY的硬濕上層 那我們硬濕上層 隨著摩洛哥花磚的圖案去畫 這個硬濕上層我們總括上兩次唷 家長會夠立體 上好之後呢我們上磨淨粉 老粉 我們把花磅的部分都用上層封起來 接著我們開始畫旁邊的造型 要注意花磅都是要左右對稱的 那我們就是遵從上下左右對稱的方式去繪製 這邊的話特別注意 我們先把中間的部分畫好 斜對角 不倒旗 保準 最後再畫兩側 接著我們在花磚的中心 再疊加有白色的小花 在空白處 讓這個整個更有層次感 泡完之後照燈就完成囉 接著來看看做完的樣子吧 我是Iris 關注我美甲的露布迷露喔